后梦幻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 是耗成敏的时间很短 这个老板最开始的服务器呢 是在冬月泰山 然后 当他要去投门黑白的时候 黑白给他留了一句言啊 黑白说我去刁鱼岛了 然后他就去死光阁 去死光阁打了一段时间呢 队友也陆续不在了 又去千堂江啊 反正最后历经了千辛万苦啊 总算了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团队啊 然后也拿到了武神坛家族啊 亚军的好成绩 三个月之内就拿了一个亚军啊 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对不对 毕竟我玩了三年的服战 最好的曾经还是季军啊 羡慕 然后的话 这个老板啊 外号叫千哥啊 这只是他几个服战号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啊 这个老板的背景呢 非常的复杂啊 但是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因为毕竟也跟我聊了很多啊 这个老板的行业呢 涉及的比较多啊 爷爷很有钱啊 搞粮油的啊 然后 他的爸爸呢 是一个比较叛逆的富二代 他的爸爸是叛逆的富二代 因为他从爷爷就开始有钱了啊 不想继承家里的企业 然后是一个啊 画家啊 他是一个叛逆的富三代啊 不做画家也不搞粮油啊 自己创建了几个啊 健身啊 会馆啊 还以及啊 这个化妆品公司啊 然后对不对 也是靠自己的实力啊 自力更生的啊 一个啊 既是富三代同时 同时也是个创一代啊 非常的暴利 在梦幻西游里最知名的事迹呢 应该是有两个 一个是差点七十万买劳理 风云衣服啊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他在游戏里收购了 达到两百四十万人民币以上的千一授授 好了 开始干了啊 开始干了 有人说老板不厉害啊 给你一千万 你也能变成五千万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给我两块钱 我买个手套 对不对 我能赚两百块钱 我能让你给我的钱变成一百倍啊 对不对 虽然老板啊 也没有什么厉害的 对不对 不就是 不就是比咱们多了一千万创业资金吗 咱们用两块钱的创业资金买个手套 能赚一百倍呢 低调千哥介绍完毕 开始给这号估价了 想个